这是今天的晚饭 麻辣凉拌鸡丝 水果拼满 酱大骨头 上次田田说非常好吃 然后这个呢是凉拌沙拉 还满意不 吃完饭 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 房子的问题啊 田田在前两天呢 终于走进了我们的新家 钱都快付了 还没有进家里面去看看 田田第一次看到咱的房子 啥反应 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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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呀 因为这个房子offer呢 是我让你下的 就是 各方面都符合 我的预想 但还不到经验的程度就是挺好 证明咱们 咱们俩的眼光是差不多的 对我们本来喜欢的房型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我们对新房的期望都差不多 OK 行 先吃吧 多吃点肉哈 这是你吃的大骨头 前两天呢 是跟田田最后进房屋 做一次检查 检查结果呢 我们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放到后面再来跟大家说 先来说一下我们房子的基本一个情况吧 很多网友还不知道我们买的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其实我们买的呢是二手房 是18年建的 然后是30的 加上一个书房 面积总共呢是2200多尺啊 如果换成平发的话应该是200多一点 不到220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面积还算可以吧 那天我和田田看到自己的新家之后啊 就是心情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新房子 自己不知道该如何管理它 比如说房屋的维修啊 什么草坪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我和田田那天看完房子两个人都比较焦虑 因为觉得买房子之后事情真的是太多了 可能就没有现在住公寓啊 这么自在啊 什么东西呢 别人给你弄好 如果说房子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给公寓打电话 公寓呢就过来修了 是不是 但是这些问题啊 住进去以后肯定都是要面对的 我和田田呢也自我排点了一下 就说等以后真正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自己一件一件慢慢的处理吧 对吧 这次去房子里面呢 做最后检查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两个就是想看一下 这个房子里面整体的一个风格 然后就比如说墙面的装修 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客厅位置的大小 卧室的大小 这样对于我们以后选家具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吧 比如说颜色肯定是要搭配好的 尺寸大小 对吧 沙发摆在客厅哪个位置啊 沙发买多长多大的啊 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 我自己平时呢都是打一个辅助作用啊 选家具呢主要还是甜点 有时候呢 他也会问我 比如说这个好不好看啊 我要是觉得就是比较不满意的 我就会跟他说啊 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房屋检查报告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啊 还有就是我们跟房主协商的一个解决方式啊 在上一条视频当中呢收到了很多网友的一个建议吧啊 就说我可能就是过于小气了 我只是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看法啊 对于新房子的这个问题呢 我肯定要追求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解决方式吧 当然大家的意见呢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啊 像前面所说的什么地基啊 还有墙屋上的一些列文啊 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都问了经纪人 然后还有身边的朋友 以及那位给我们做房屋检查的人啊 他们都说呢 这些都是小问题 就是说房子如果有一定年限的话 这些问题呢 基本上都会出现的 让我们不用担心啊 如果住进新房子里面自己可以修一修啊 然后像那个门的问题呢 卖家呢是给我们修好了 这些确实是小事情啊 还有那个微波炉呢 他是愿意给我买300块钱 让我们自己去超市里面买一个就是相应尺寸的 卡在那个柜子里面的微波炉嘛 像空调的过滤网呢 经过协商啊是由我们自己来换 经过这次最后一次去房子里面做检查啊 我们对于房子整体的一个状况啊 确实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房子呢比较新啊 唯一一个让我感觉到比较恐怖的地方就是啥 就是这个房子里面啊 因为它前面跟后面都是有那种很大的屋檐的 然后上面有很多那种马蜂窝 这个是让我比较恐惧的 因为我在新泽机的时候被马蜂遮过四五次 就是一个腿上被咬了四五下 哎呀 现在还心有余悸呢 现在房子的这些小问题呢 基本上都已经检查完了 然后我们约个时间去过户 这个房子呢就正是属于我们了啊 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恭喜恭喜我们 好吧 那再多说两句吧 因为可能一直以来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是最早了是从达拉森那边可能开始看的 然后后来到新德西 然后呢又到二次金这边啊 一直以来可能各位朋友就是觉得我的性格呢比较活泼 然后呢就是比较爱笑啊 然后平时大大咧咧的 虽然说有时候需要的比较莫名其妙啊 但是通过发布一系列我们买房的视频之后呢 呃就是通过我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 很多人就觉得我的思维方式啊 什么叫什么美化了啊 哈哈哈哈 还有就是说呃比较小气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可能跟我们在这个买卖房子方面比较缺乏经验有关系 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呢 他们呢生活经验哈比较丰富 不管是在国内生活还是在国外生活 他们对于这些问题呢 可能比我要了解的多了多 所以对于大家的一些意见呢 我都是虚心的接受的 哈哈哈哈 但是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评论呢就不是那么友好了 哈哈 有的呢开始进行这个人身攻击啊 嗯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也是你们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吧 好吧 还是那就好 如果大家呢喜欢看视频的话呢 就继续支持 就是继续关注我们在美国这边的生活 如果真的就是不喜欢看这样视频的话呢 那也没必要发一句就是让别人心里面非常堵塞的一句话吧 哈哈哈哈 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 谢谢谢谢谢谢啊 等这个月月底我们正式搬房子的时候呢 再来跟大家录一个全新的这个叫什么Room Tour 好吧 拜拜